专家简介,蔡浩东,从事传染病临床工作30多年,近10多年来,一直参与该病新药的临床研究。 参加了拉米夫定、阿德福为止、安提卡临、气比夫定、长效干扰素和普通干扰素等,多效国内和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。 在慢性乙型肝炎抗病毒方面,尤其是乙型肝炎日与女性荣耀方面有丰富的经验。 谈谈乙肝复婴传播,看到网上还有人宣传乙肝的复婴传播,说有乙肝的父亲给孩子喂发,亲亲孩子都能让孩子感染上乙肝,忍不住写这篇。 告诉大家,乙肝的复婴传播,已经成为过去时,有了疫苗,疫情肝炎早已有了非常安全有效的疫苗,并且已经内容我国儿童的计划免疫。 所有儿童出生后,24小时内都要接种乙肝疫苗,并在出生一个月和六个月,完成第二针和第三针乙肝疫苗。 先生而接种第一针,乙肝疫苗后,乙肝表面抗体抗HBS的阳性率大于等于10mio每毫升为16%,40%,接种第二针后,阳性率升高到80%,95%,接种第三针后,98%到100的孩子都产生了10mio以上的抗体量。 孩子有了抗体,无论乙肝腹病毒复制与否,都不会被感染,复婴传播途径,乙肝病毒不会通过消化的传播,乙肝腹腹给孩子喂饭,请问孩子不会传播乙肝病毒,乙肝病毒的传播途径是血液传播。 在没有疫苗的时代,确实有乙肝腹病毒传播,乙肝腹腹把病毒传播给孩子的主要途径是生活中的微创伤,接种疫苗后,孩子有了抗体,生活中的微创伤也不会传播乙肝病毒了。 大家可以去世界卫生组组的网站看一看,复婴传播,从来没有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乙肝肝炎的传播途径。 在2012年以前的世界卫生组织网站上,乙肝的传播途径有四条,经事业传播、母婴传播、性传播和儿童间密切接触传播。 而2012年以后的网站上,儿童间密切接触传播则被删除。 现在,无论是世界卫生组织,还是我国及其他国家的乙肝管理指南,均建议乙肝妈妈喂奶,乙肝妈妈都可以喂奶了。 乙肝爸爸亲吻孩子,给孩子喂饭都不行吗? 今次呢?今次更不会把乙肝病毒传播给下一代,如果今次能造成乙肝的复婴传播。 那么,早在今次和卵子结合的时期,胚胎就已经被感染。 如果这样,则乙肝父亲的后代病因性面,有研究显示,乙肝病毒有高度的试肝性,在今次的其他细胞内无法复制、生存。 所以,今次造成复婴传播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。 我国浙江台州医科大学,发表在2012年的国际传染病杂志上了一项乙肝病传播的研究。 他们在2008年到2010年,对164例大包感染乙肝病毒的父亲和407对双方都有乙肝病毒感染的夫妇进行了后代乙肝病毒感染的研究。 在怀孕期间,他们对孕妇进行羊膜腔穿次数或齐带穿次数,检测胎儿有无感染乙肝病毒的证据。 在产后,他们对孩子进行了长达一年的随访,结果显示,没有一律胎儿在子宫内检测到乙肝病毒DNA阳性。 能检测到乙肝病毒标记的胎儿经过分析之母亲,无一律父亲。 孩子出生后经过乙肝免疫球蛋白和乙肝疫苗联合免疫,随绑到一岁,98%的孩子阻断成功,而父亲单方感染乙肝病毒的后代,没有一律阻断失败。 他们的结论是,乙肝病毒通过精子携带感染孩子是不可能的,特别是在已经实施乙肝疫苗常规接种的地区,精子不会携带乙肝病毒,但经验则有可能携带病毒。 经验携带病毒只会引起乙肝的性传播,因为经验不会跟随精子与栏子结合。 所以,男性有乙肝,女性应当接种乙肝疫苗。 女性接种乙肝疫苗并产生抗体后生育,抗体可以透过胎盘进入胎儿体内,胎儿可因此获得乙肝的先天性免疫。 孩子一出生体内,就存在乙肝抗体,根本不怕乙肝父亲。 再不要说乙肝可以复婴传播了,再不要用乙肝复婴传播,去吓唬乙肝准爸爸了。 所谓的乙肝复婴传播,已经成为过去时。 在乙肝疫苗时代,我国14岁以下的儿童乙肝病毒的感染率,已经下降到1%,4岁以下的儿童仅0.32%。 只要我们继续加强乙肝的母婴阻断,我们的下一代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消灭乙肝肝炎。 到那时,我会再写一篇文章,告诉大家,乙肝母婴传播,也成为过去时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